俄罗斯武器库可能被Pallianticia无人机导弹炸毁 9月18日星期三凌晨 一系列强大的爆炸摧毁了俄罗斯特维尔地区 托罗佩茨镇附近的一个巨大的弹药库 俄罗斯军队的第107个军火库 位于乌克兰边境以北500公里处 储存了240吨弹药 被乌克兰军队发射的炮弹击中 爆炸威力巨大 地震监测系统都能探测到 第一次震级为2.8级的地震发生在凌晨3点56分 随后是李氏两级至2.8级的7次较弱的地震 乌克兰军队部署的前所未有的资源 无疑与破坏的规模有关 据乌克兰皇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站 援引基辅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 一百多架无人机参加了这次行动 在几段袭击视频中 可以清楚地听到喷气发动机特有的呼啸声 这表明袭击至少部分是由巡航导弹实施的 亲克里姆林宫的Telegram频道军事观察员表示 乌克兰的投射物可能是新的 Pallianticia无人机导弹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8月底宣布了其首次成功试验 Pallianticia无人机导弹配备了多项尖端技术 发动机 涡轮喷气发动机 特别是Jetcat P400到ProV型涡轮空气发动机 重量 发动机重4公斤 产生43公斤推力 结构 主要由玻璃纤维和木框架制成 射程 约600到700公里 372到434英里 速度 最高可达500公里每小时 弹头 配备20公斤的爆炸破片弹头1 尽管一些报道称 它可以携带50公斤的弹头 燃料容量能够覆盖约600到700公里的距离 先进的导航系统 能够执行复杂的机动并以高精度打击目标 这种无人机导弹旨在深入敌方领土 以高精度瞄准关键基础设施